作詞・作曲 初中 李荣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当伙众的功德利益 分这么三大条 三项吧 第一项是出世间功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当伙众不具备出世间的功德的话 作为一个正信佛教徒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去读诵 没有必要去玄奖 第二是世间的利益 为什么玄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用处 它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非常多的响应点 也可以这样说 大悲众是末法时期修行人的 不可多得的一种效应法 不可多得的一种效应法 所以就讲世间利益 第三条你是讲的大悲众的灵感举例 都是一下实例 根据我们的世界安排 看看这个大悲众的灵感举例 我们能不能讲 如果是时间不够的话 这一条就不讲了 我们主要讲大悲众的出世间功德和世间利益 出世间功德 用四条理证来给大家解释 第一条理证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条非常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 因为才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讲了 为什么讲大悲众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有些个别的 不了解大悲众功德的人 在造口业诽谤大悲众 那么这第一条 你要听闻了以后 可能就停止了这种恶业 经上是这样说的 有 这个能往生佛国 通过三条我们解释 能够往生住佛国 通过送大悲众啊 这个人也临命中的时候 能往生住佛国 这是经上说的 我们已经三条理证啊 第一是这样说 落诸人天 诵持大悲众句者 离命中时 释放诸佛接来授手 欲审何等佛徒 随愿接得往生 这条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把这段啊 背过他 为什么背过他呢 假如有缘 你听别人说 大悲众没有用了 你念大悲众敢干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就说 可不是那样 你不要这样说 不是你说的这种 佛在经上说 落诸人天 诵持大悲众句者 离命中时 十方诸佛接来授手 欲审何等佛徒 随愿接得往生 若诸人天 就是如果 一切有缘的人 特别是人间的人 或天上的人 因为人间的人 和天上的人啊 能够有缘得文佛法 也可以有缘羞耻佛法 如果讲到三恶道的话 那就太难了 你比方说 我们经常放生 把那条鱼买过来 你就是念念佛 给他做个回向 打个皈依 又放了 是不是 很少有人家里咬一条鱼 你送经 让他也张口送经 你念佛 叫他给你你念佛 到了第三天一看 撂倒了 撂倒了就是死了 是不是 很少有人那样 为什么你 畜生到 得文佛法的机会 太少了 修持佛法的可能 也少了 所以说 这个众生啊 能够 得这个人生 也就狭买人生 我们一定要珍惜 这次机会 珍惜我们得人生的 这次机会 好好修行 你想地狱道 地狱道的众生 它有最大的特点 就是刹那刹那 被这个痛苦说 煎熬着 刹那刹那 都在火的烧着 刹那刹那 都在冰着冰着 所以说他没有机会 听文方法 更不可能有机会 去修行方法 所以在经上 经常讲 落住人天 就是一切有缘的人呀 天人呀 宋持大悲掌取者 就是宋持大悲住的人 宋持大悲住的天人 是这个意思 临命中使非常重要 临命中使 十方诸佛 皆来授手 这个宋持大悲住的众生 到临命中的时候 十方的佛 都来 从字面上看 都来给你一只手 授手 这个授是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给予的意思 四方诸佛 都来给你一只手 你说是干什么呢 你临命中呢 佛给你一只手 干什么 来接你呀 欲生何等佛徒 随愿 皆得往生 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 你 带着你的银行卡 银行卡上有一千万元 你的银行卡上有一千万元 不要抱手 有 那么 去了 去商店了 什么商店 是专买自行车的一个商店 那商店 专买自行车 高档的 中档的 低档的 外国进口的 国产的等等都有 什么牌子的也有 然后你就说了 说了个老板 老板 我想买一辆自行车 那老板就说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 你就说了 这一张卡上一千万元 你说那个老板会说什么 会说什么 卖自行车的老板 他会说什么 他 那个老板会这样说 你 瞧 如果 再仔细一点的话 是这样说 你随便调 还是随便调 为什么 你买一辆自行车 随便调哪一辆 你这个卡 用不完 懂不懂 宋师大悲咒 也是这样 宋师大悲咒 他有出世间的功德 这个出世间的功德 如果用在网声上 就是十方 佛都显前来 纳你 你想上哪 就上哪 那么阿弥陀佛也来了 为什么 他是西方 四方 东西南北 四位 上下 经上帐说 东西南北四位 上下 包括了一切一切佛 这的繁殖一切佛 都现前来 拉你 给你一只手 大家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故事 那么那个道教 有一个驴洞兵 八仙过海上 有一个驴洞兵 大家知道吧 这个驴洞兵 是修仙术的 根据大制度论上说 外道这个仙法 也有神通变化 最久七日 可是祝佛菩萨 那种神通变化 久静自在 他叫久静自在 久就是圆 静就是静 长圆那个时间 你想让他 多长就多长 自在随缘 那个外道的神通变化 最长七日 大制度论上 以示战讲 这里有一个故事 所以驴洞兵 成了心案以后 他能够点识成金 点识成金 他要找徒弟 你比如说这个道家 这个修仙案的 他也得找徒弟 也度众生 那么他发现 有一个小吃店的老板 和他有缘 具备那种道风仙舞 那种相貌 那么刘洞兵一看 他适合做我的徒弟 也可能有点道道 下一步能够练成宪法 那么他就来度他 谁要度他呢 刘洞兵才开始 不说他是刘洞兵 都划线了一个老头 就是上他那个饭店去吃饭 吃饭 老板今天没带钱 没带银子 记账 记账你在哪住 就在那个地方 他告诉他了 我就在那住 好吧 记账吧 第二天又来吃饭 老板今天又没带银子 记账 老是记账 老是记账 那个老板害怕了 你这个银子不少了 你啥时候记账 就问他 吕东斌就说了 他说今天又没带银子 那个老板就说了 那不行 你这样还能行吗 你欠我很多银子了 你啥时候给 你到底有没有银子 吕东斌就说了 为什么没有银子 你看那是个什么 就是值得饭桌上一个碗 就是一个普通的碗 吃碗嘛 泥碗嘛 吕东斌这么一直 你看那是什么 那个碗马上变成金的了 变成金完了 他看得实实在在 然后吕东斌又 执了一双筷子 你看那是个什么 那双筷子又变成两个金条了 金筷子 哎呀 这个老板傻眼了 这个金完 他的金筷子就足够 这个吕东斌来吃一只的了 也很富 这个老头厉害 这个老头你点啥都是金的 他没有钱 他能没有钱吗 军斌问他 你说 你要什么 意思是引导着他 假如说你跟我学的话 我就收你为徒 传给你道法 那意思就问他 你说 你要什么 你是要碗呢 是要筷子呢 还是来要法 跟着我去修行呢 哈这个老板 两个眼珠子瞪着老大 就开始盯着他那个手指头看 最后说了一话 我想要你的手指头 手指头只拿他拿是金子 说是啊 你要碗无非是个碗 要筷子无非是个筷子 如果要他的手指头 用他的手指头只拿拿是金子 是不是 他说我想要你的手指头 李登明一看 哎呀 修目不可雕 这是个故事 说这个手 受手 四方诸佛接来受手 欲生何等佛徒 随愿皆得往生 这是第一条理政 这条我希望大家能够背过 在大背经上的原经文 佛说的 第二条是观世音菩萨也说了过来 奉持大背掌具者 若不生诸佛国者 我是不成证觉 跟那个地藏菩萨发的愿 想同 跟阿弥陀佛发的愿 想同 就是这样说 假如你送大背注 如果不能够往生诸佛国的话 我就不成证觉 那么就是等于说 我不成佛 根据经上记载 观世音菩萨受了大背注以后 经过无数节的修行 最后成了佛了 哪一顿佛呢 正法名如来 也就说 观世音菩萨发了愿以后 通过多生多劫的修行 正到佛国 他这个佛叫正法名如来 这个在这部经典后半部分 都提到了 释迦牟尼佛亲自说出来的 就等于说 观世音菩萨是一尊古佛再来 也可以这样说 观世音菩萨发了这一个愿以后 他成了佛了 那么他这个愿成就了 奉持大背注的人 如果不往生到诸佛国的话 我就不成佛 可是现在呢 我们从经上可以看到 他已经成佛了 已经成佛 就等于说他这个愿成就了 他这个愿成就 我们可以这样正确的理解 就是说 奉大背注的人 能够往生诸佛国 这一条你实际是上一条的一种补充 是上一条的一种补充 能够往生诸佛国的第三条理政 也是一段经文 佛在大背经当中这样说 善男子 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伟神之力 以过去无量节中一座佛境 后正法名如来 这是后半部分的经文 我们列举这一段经文 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补充 后正法名如来 因为观世音菩萨在过去也曾经成佛 是正法名佛 那么为什么他现在是菩萨之身形呢 是大悲愿力 为欲发起一切菩萨 安乐成熟 住众生故 现做菩萨 帮着阿弥陀佛广度众生 帮着释迦牟尼佛 弘扬佛法 实际上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广度众生 安乐成熟住众生故 现做菩萨 然后释迦牟尼佛有个菩萨摩哈萨 释迦牟尼佛 安佛 所有在做的 包括阿难 诸菩萨摩哈萨 凡事容神 皆因恭敬 莫生清慢 皆因恭敬 恭敬什么 恭敬观世音菩萨 恭敬观世音菩萨 所说的大悲神咒 是这两重的含义 莫生清慢 这是佛的教会 为什么 大悲神咒 就是不可思议 不要生清慢之心 清晦之心和傲慢之心 是这个意思 在佛法面前 我们任何的修行佛法的佛弟子 都是孩子 你修得再好 只能做佛陀的一个好学生 最后正的与佛无二无别的圆满的佛国 你修得再好 也不可能当佛的老师 这个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这种正直见来 不可能当佛的老师 更不可能以这种清慢心去给佛改进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这里点开了一点 所以说 皆因恭敬 莫生清慢 一切人天 常需供养 这是佛陀的复诸 供养什么 一切人和天 都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和大卑主 刚才说了 得除地 以上 既为圣者 既如圣位 那么观世音菩萨 才开始的时候是除地 一听闻大卑主 顿朝拔地 他就得 就是登拔地了 不退地了 那么他应该被人和天人所供养 单纯说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么大卑主 更是供养无量无边 所以说 释迦牟尼佛在这里 就是辅助在场的人 包括我们 后来有缘德文佛法的人 一切人天 常需供养 后边一句话 转称名号 德无量福 灭无量罪 命中往生 阿弥陀佛国 在这里说那个转称名号 是说转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转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也能够得无量福 灭无量罪 命中往生 阿弥陀佛国 这是一个什么理证 就是说 如果你光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照常能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条理证的话 我们讲到 如果你赌送大卑主 修持大卑主 灵命中的时候 十方诸佛都来迎接你 你想往生到哪个佛国 随你的愿 随你本人的愿 往生哪个佛国 都是可以的 都能够达到 这是大卑神咒的 出世间的功德的 不可思议的 第十例的加持 是这个意思 我们如果听闻了这段经文的话 一定要 梳理一些政治见来 你可以这一生当中不念观世音菩萨 但是不可以一刹那认为念观世音菩萨没有用 懂不懂 明白了道理 这是一个理念 并不是说你们听了大卑之后以后 马上大家统统大卑法门了 是不是 大卑法门 净土法门 禅宗法门 律宗法门 等等等等 一切宗派 统统只有一个法门 了托之道 佛的法门 所以在很多地方 很多场合 有个别的佛弟子 当然这个事就是他自己认为的一种标准 衡量出家人 衡量在家人 衡量他的同修等等 然后站起来 师父 请问 你是修哪个法门的 这个话不太好回答 我就这样回答 老老实实的回答 非常抱歉 我现在还没有到分法门的那种程度 现在还没有分法门 我现在只和佛一个方门 这里大家一定知道 所以专程名号 德无量夫 妙无量罪 命中往生 阿弥陀佛国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个 概念 一个什么概念 时间 我们一般通俗一点的话 叫十节因缘 十节因缘 在这里提出来一个时间概念 关于时间的另外一种说法 到随着这个经文的展开 我们在后面又有 你比如说三七日 一七日 七七 多好 钱等等 在那再讲 在这里讲一个时间 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临命中始 阿弥陀佛 余祝圣众 现在起钱 这个临命中始 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比方说 你过去 种的那个善根后 福报大 这一生 得了人生以后 你可以活到八百岁 跟那个彭祖一样 那么七百九十九亿钱 一般情况死不了 跌到河地 冲了一段又上来了 上吊绳子就断了 人家给你投药 可能是假的 可能没起效 对不对 你想自杀不成功 除非有一条 哪一条呢 你大成就了 得大自在了 来去自如了 随便走 那么不到八百岁 八百岁你也可以走 所以一般情况 是我们这些生当中 得了一个 活到八百岁的一个色身 那就你老老实实 你把它干到八百岁 这个八百岁 八百年干什么呢 除了正当的生活以外 你要努力精进修法 随缘度众 这个普提心 另外一个层面 叫度众 度众 我们把它说得通促一点 简化一点 就为别人着想 为别人付出 为别人服务 所以我在去年一篇论文当中 这篇论文已经发表了 就是写了过这么一段 如果每一个人都存着什么心 都存着我为人人这个心 那么咱们每一个人都出于一种 人人为我的这个祥和的环境当中 是不是 你也说我为人人 我也是我为人人 大家都我为人人 那么你在这坐着 你是不是处在一个非常祥和的 人人为我的一种社会环境当中 所以大家必须要有正确的理念 这个 讲到临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现前来接 不要求机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在这里我举过好几次 在这里再举一次 有的可能是第一次听 我们寺院在建四的时候 因为通过六年 那个寺院的到场证才批下来 六年当中 我们一直在努力 九九年开始建四 大约是两千年那一年 我出去 有事情出发 有事 我那寺院里有一个山洞 我最初是住在山洞的建四 两千年那年我出发 这时候你 看寺庙的一些护法 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师父 不好了 我说怎么又不好了 他说有一个居士 到我们山洞来想往生 我一听 我们寺院还没建成 道场证还没批下来 就有来往生的了 这倒是好 我说有个什么情况 他说就是谁 我一听到谁的往生 我了解他 他这个身体非常棒 精神头很足 他说他跟他媳妇打仗了 不想过了 就是不想活了 烦了 然后到我们山洞来 往生在这住着 人家叫他 也不理人家 到吃饭了 人家给他送饭也不吃 抱了几把柴草 帮那个洞口一挡 谁也不理了 给我打电话的居士就说了 他担心 他说师傅 他要真死了 我们叫往生 公安局就死了 这晚上他惹事 就我一想 想往生 倒是好事 我在电话上这样说 我说你不要理他 三天准饿出来了 到了第三天就饿出来 瞧瞧回家吃饭去 所以这里讲到时间 还是帮助大家正确理解 树立政治见 你看弥陀经常说 若一日若二日 一日到若七日 七人一心不乱 七人一心不乱 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欲助圣众 现在其前 他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他的媳妇打仗 不想活了 大乱 不是清静心 不是功夫成熟了 第二 不是灵命忠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时间 时间 还有的人说 你看 我修法修了好多年了 没有任何感觉 好像是 什么也没有变化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功德 可以是无形无相的 这个功德 它可以产生世间的那种利益 功德怎样才能产生世间的利益 就是因缘和合 因缘和合 它才以世间的利益的形式显现 哪有容易 你比如说 消灾免难 再举一个例子 还是我们 新龙寺的一个居士 他在黄河一百亿的工地上 给人家看搅拌机 在工地上看机子 平常他是念观世音菩萨 念观世音菩萨 念大卫咒 在工地上 有一天停电了 他就把这个电闸拉下来了 拉下来 电了好长时间 还是没来电 后来还想 来了电也不知道 耽误人家的工作 就亲自把这个闸又合上了 合上以后又待了一段时间 他就想了 你看 时间一长 那里面有很多渣子 需要剃一下 清洗一下 那么他就 拿了个锤头 拿了个钢签 钻进去了 钻到那个 十二个尺的搅拌机里面了 搅水泥的嘛 在里面 一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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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那个发动机 来电了 他那个观音菩萨 那个观音菩萨没念完 他出来了 出来以后 把小腿肚子划破 一只鞋 黄球鞋 拉到里面 搅碎了 锤子 挂脚断了 木头的嘛 钢签 凝成漫画了 他的人出来了 是秋天发生的事 到第二年的 正月初四 一步一个头 一步一个头 跪拜到兴隆寺 跪到我面前 哇哇哭 一个大老爷们 问你哭啥 受着什么委屈啊 师父 我这个命啊 是佛菩萨给的 然后他就 讲了这一段了 当时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 你平常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或者在念大卫咒的时候 是不是你祈求了 就求了 观世音菩萨啊 我到哪一天哪一天 我钻进去的时候 一嗡的一声 你把我拉出来啊 他打了个怒就说 哎呦 师父 假如说我要知道 那时候嗡的一声 我不上里钻啊 为什么你 我是给想给他 讲给他一个道理听啊 想讲给他一个道理听 确实是 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往往 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如果是知道了 我们不去 或者上马路啊 或者去下水啊等等 或者坐车啊等等 啊 能够避免 有些事是能够避免的 因为我们这个 业障啊 无名啊 业力的牵引啊 无名的折障啊 我们不知道 灾难什么时候发生 音源国报现前的时候 那么灾难必然要现前 如果你修行了 平常产生的那种功德 积累那种福报 可能就在那刹那显现 所以说功德是无效的 它可以以有效的身形 有效的这个形态 来表现出来 你比方说 消贷免难 刚才这个是 免的这个命难啊 最后他说 师父到现在 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他到现在 一直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这种委员的话 有的也发生 有的地方啊 人也在里面 直接都不成样了 它是个搅拌机嘛 这里讲到 这个时间 时间和这个因缘 我们修行 一定要正确 理解佛陀的真实含义 我们不要怨天诱人 灵命中能够往生 能够成就 这是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时间概念 一般说 我们当生成就啊 还有要正确理解 当生成就啊 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层面 念佛的人 能够保证往生 这就叫做当生成就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念佛人 目的就是为了往生西方 究竟目的是为了了他 可是我们第一步 是要去到阿弥陀佛那 能够保证往生不再轮回了 在阿弥陀佛那里 再去修行 最后正德法 也可以叫做当生成就 还有一种当生成就 确实有当生成就的佛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得闻 也不是所有的人 得闻了这个当生成就的法以后 都能够达到当生成就的这个目的 佛教当中确实有当生成就的法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在这再展开一点 有的人就这样说了 你们女的修吧 好好修吧 修什么呢 最多最多 也是再来世当个男的 你看吧 很多女巨师都灰心了 哭着 师父 我修了好多年了 最后一听 我说你想达到个什么理想 一个人说了 你修的修的 最多是来世 再成个男的 再来修行 我错了 错了 为什么错了呢 阿弥陀佛这个基尔医院 媚非男女啊 是不是 包括恶鬼啊 包括虫子 你只要有缘 都能往生西方极乐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那个身相 跟阿弥陀佛一样像好 没有差别 没有丑陋 和阿弥陀佛身相一样 没有男女像 都是佛像 这个过程怎么完成的呢 就是在往生过程当中完成的 在阿弥陀佛极而寅 从极而寅 一直到西方 这个过程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非常快 你看 观伍亮寿佛经当中说啊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需要多长时间呢 谭之穷 回头穷 如壮士局壁穷 一刹那 很短很短的时间 我们女众 不要回心丧气 当生成佛的女众的例子 是有的 龙女啊 供养了一颗龙珠 当生成佛 哪怕就有一个例子 也可以说明 这是可能的 法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谁修谁得 就是这个含义 再讲 大悲祝的初始言功德的第二条理政 这个第二条理政 你是能正国成就 这里边共分五条 能够正国 能够成就 是一个修行人 修行的最终目的 就是最终成佛嘛 一个正性的佛教徒 修行不仅仅是求世间福报 也可以说不是求世间福报 求的是一种了托 是一种正国 是一种成佛 大悲祝 有这种能够正国 能够成就的 初始言的功德 所以我们呀 才有修学的可能 才有听闻的必要 是这个含义 五条 第一条 观世音菩萨呀 初次请千光王 敬诸如来 说那个大悲祝的时候啊 有这么一段经文 观世音菩萨说 我与世时施主除地 一文词咒故 抄地拔地 这段经文 头我们已经引用了 在这里 不得展开讲了 就是这一段 是能够正国的一条理正 第二条 所以观世音菩萨 在讲了大悲祝以后呢 是这样说的 就在经上呀 观世音菩萨把大悲祝啊 宣讲给所有在座的人听 宣讲完了大悲祝以后啊 紧跟着一段经文 是这样说的 一切众会 借火果正 这就是个正国的 非常明显的一条例子啊 后面一个列举 获得虚陶还国 获得斯陀汉国 获得阿那汉国 获得阿拉汉国者 这是一段 后面一个 段落叫 获得一帝二帝 三帝四帝五帝 乃至十帝者 再接下来一段 无量众生 发菩提心 分三个自然段 这三个自然段 你实际是 就是三种不同根性的人 在听闻了 观世音菩萨 讲完大悲祝之后 所得到的 不同的果正 能够正国的礼正吗 第一小段 你是讲的 小圣根性的众生 听闻了大悲祝以后啊 他们得到的是 虚陀还国 斯陀汉国 阿那汉国 或者是阿罗汉国 这是小圣 根性的众生 所得的四种果正 也叫圣文圣 在这里展开 讲一下 虚陀还国 这四国啊 这四国 第一国是虚陀还国 是小圣佛教的出国 所谓这个小圣佛教 也是佛教 他们的经典啊 也是正确的 也是正法 我们这些 修学大圣佛教的人 不要站在大圣佛教的角度啊 去诽谤小圣佛教 也不能去诽谤 小圣根性的人 为什么 他就是那种根性 就是那种意愿 就是那种福报 就应该清闻小圣的佛法 通过小圣的佛法的修正 最后正小圣广位 所以佛教当中啊 他分五圣嘛 分五圣啊 你比如说人天圣 圣文圣 圆觉圣等等 任何一部分佛经 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法 因为那一部分佛经啊 是讲给有缘的人 就是那一部分根性的人 清闻的 小圣根性的人 他只能接受小圣的教化 最后最后是正的阿罗汉国 这个 虚团黄国呢 是小圣佛教的出国 也叫第一国 有好多种翻译 也叫陆流啊 也叫陆流国 也叫御流国 就是如圣道法流 因为这四国当中的出国 也属于圣人国了 那个入圣道法流了 这种人呢 就是已经断了三界的建货 断了三界的建货 尽建到位 啊 这轮回的生死 最常啊 在人间和天界当中 各往返其次 如果你正的这个出国 就必然是建到位 这个建到位 就是必然是开悟了 这种人是断了三界的建货 断了三界的建货 他能够在人间和天上 往返其次 不会再堕落恶道 不会再堕落三恶道 你想恶鬼啊 地狱啊 畜生啊 是这样 第二个国问是斯托汗国 斯托汗国是小盛的第二国 也叫义来国 也叫义来国 如果正的斯托汗国 那么这个人呢 就断了欲界九品私货的前六品 他还有欲界私货当中 还有那个后三品 还没有断 他需要再来欲界一次 再来欲界一次 所以他也叫义来一次往返 也叫义来国 这个斯托汗国呀 是修道位 这是二国是修道位 三国也是修道位 刚才讲的那个 虚托汗国 它是出国 出国是建道位 在这里讲的有开悟 好几年以前 有两个居士到我们寺院 就是请教关于开悟的问题 说师父 什么是开悟了 我搞不清 因为我没有开悟 他说谁谁谁开悟了 可能是开悟了 我说搞不清 因为他们告诉我 我也没有资格 没有那个能力 去给他去印证 我就反问了 你怎么知道 谁谁谁开悟了呢 因为那个谁谁谁说了 他看到光了 我说哦 如果说看到光 就是开悟的话 我每天都开悟一次 为什么你早上一正眼就看到光了 最起码是看到灯光了 你起得早太阳还没升 但是要拉灯啊 一正眼就开始一磨电没啪 看到灯光了就开悟一次 看到太阳光了再开悟一次 闭上眼再睁开眼又开悟一次 太容易了 他们一听哦不对劲 这个答案不对劲 好像是哦原来开悟不是如此 国大高僧大的开悟啊 就是见性 见佛性 佛性没像 没有形象 没有任何的形象 看见光光也是一种像 明白吗 看到颜色也是一种形象 看到男的也是形象 看到女的也是形象 看到佛也是形象 也就是一种形象而已 仅仅是一种境界而已 并不是说你看到像了 就是开悟了 看到像了 说明你的眼还是好好的嘛 不管近视也好 原始也好 反正你的眼能看到东西了 仅仅是一种色尘而已 就是外境 不是开悟了 开悟是见性 见性本无像 那么国大高僧大德 怎么印证开悟呢 他不仅仅是看到什么 而是印证 通过过来人给你印证 印证完了 你比方说你开悟了 你找你的师父印证 你师父给你印证了 说 然 哦 如是 你那个师父给你印证 你开悟了 反倒他不说你开悟了 在这里又讲到一个 望语的问题 这是个原则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头我提到了 假如你开悟了 不通过印证 你宣讲你开悟了 都是大望语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虚头还国 必然是开悟了的人 见性了的人 见了佛性了 到了第二国斯陶汉年 他是一个修岛位 到了第三国呢 第三国是阿兰汗 阿兰汗也叫布莱 为什么叫布莱呢 他也在修岛位 但是他比二国又高了一国 这种人 是尽端欲戒的一切烦恼 尽端欲戒的一切烦恼 后当生于色戒和无色戒 不来欲戒了 所以说成为不来 也可以叫做不还 二国是一来嘛 出国是七次往返嘛 欲戒 那么到三国呢 就不来了 不再欲戒了 他可以叫色戒 或者是无色戒 受伸 这是第三国 也就修道位 到了第四国呢 就是叫阿罗汗 这个阿罗汗可能是 我们佛弟子啊 经常能听到这个词 或者看电影啊 或者看武达的小说啊 你看电影上 这个梁军对雷啊 往往是僵持不下 死伤很多 就是分不出胜负了 这时候突然间 一个和尚 披着袈裟出来了 把大手一回 一阵黑风过去 死伤一大片 电影上往往是这样 是吧 所以说很多人都知道 哎呀 了不起啊 和尚会打拳 所以说这个电影上宣传的 给很多人留着一个什么印象 和尚是杀人魔王 所以我走到哪里 很壮 实际上我不会打拳 不会无数 那些不太了解佛教的 斜着个身子看着你 不敢敬你的钱 为什么呢 怕我一找过去 他受不了 还有人 嗯 烧灵寺来的吗 我就点点头 烧灵寺来的 烧灵寺的和尚 不光会无啊 还会讲法 哈哈哈哈 所以佛教 他有非常深奥的这种理念 啊 佛学知识 博大精神 佛教这个 呃 古代那些僧人啊 很多是练武的 他无非是强身健体而已 呃 这个阿罗汉呢 在之前我们 可能是没有正确理解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阿罗汉 他是正道位 正道位 阿罗汉也叫圣人 他是印度话 为什么不翻译成圣人呢 为什么不翻译成正道位呢 因为阿罗汉他里边啊 还有好多好多种含义 你翻译成哪一种也不能概全 所以还是用印度话阿罗汉来代替他 他是正道位 通过出国 二国三国 到第四国就是正得道了 正得大道了 不再轮回了 可以进入涅槃境界 但是阿罗汉进入那种涅槃境界 是一种偏真涅槃 他完全有别 有我们凡夫了 所以我们就六道轮回那种生 一到了阿罗汉他叫圣人 但是这种圣人呢 是小圣根性的人 所证得的一种果 小圣根性最终能证得阿罗汉果位 再高没有了 那么有一部分阿罗汉呢 就进入涅槃境界了 享受法乐去了 进入偏真涅槃 而另外一种阿罗汉呢 就是回小向大 回小向大就是说 放弃 小圣修法 来修大圣佛教 修六道 再修菩萨道 阿罗汉 他这个含义啊 有这么三个 第一个含义就叫杀贼 杀贼啊 实际上是杀尽烦恼之贼 佛教当中 把这个贼 称为一种烦恼 人如果是有烦恼 他必然有轮回之音 所以正得圣人之位了 达到正到位了 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了 没有烦恼了 所以就没有贼道了 所以在这里 阿罗汉有一个含义叫杀贼 这里这个杀贼并不是抓了那个强盗 抓了那个小偷去杀掉他 而是断尽了一切烦恼 就是断尽了轮回之音 他可以不轮回了 所以说他叫杀贼 第二年就是叫无声 无声啊 就是解脱了生死了 不再轮回了 不受后游了 他可以进入涅槃了吗 就这个意思 叫无声 第三个含义呢 叫因共 因共啊是 他有资格 受天人和人间的供养了 因为他是圣人了 不管是人也好 天人也好 能够供养圣人 将会得无量无边的福报 功德是极大的 这个在很多经典上 有所提示 我们在这里不展开了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讲阿罗汉 能受天人供养 释连接下来 释连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弟子 特点各不一样 其中有很多很多是正当阿罗汉国位的弟子 其中有一位弟子叫牛斯尊者 牛斯尊者 就像阿难尊者是多文第一 牟尽连接下来 是神童第一一样 牛斯尊者 他也有一个第一 什么第一呢 是 受天人供养第一 牛斯尊者当时 释迦法在世的时候 他正得了阿罗汉国位 他有资格 享受天人的供养 为什么他是受天人供养第一呢 他有一个来历 牛斯尊者在过去是 曾经出家当一个小沙迷 当他当小沙迷的时候 碰到一个老和尚在修行 这个老和尚年龄很大了 这个色身嘛 年龄一大了 这个色身呀 就显得老了 干酷了 所以这个老和尚在诵经的时候 修行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嘴老是那么搅 上牙和下牙老是打颤 就像那个牛 反处叫嘛 懂吗 意思叫嘛知道吧 也盗嘛 就跟那个牛盗嘛一样 那个牛他就是这种果报 必然的呀 这个老和尚送经 也是那个嘴老打颤 老打颤 这个小沙迷就说了 你看你个老和尚 你念经你就好好念吧 你看你像那个牛盗嘛一样 然后这个老比丘一听 马上就提醒这个小沙迷 他这样说 呀 赶紧忏悔 为什么我要让你赶紧忏悔呢 你不是诽谤了一个一般人 你是诽谤了一个圣人 因为我正的阿罗汉国位了 奥多小沙迷一听 那了不起了 诽谤了圣人了 因为那时候那个修行人都懂这个规矩 仅仅是一句不经意的话 那么这个这个沙迷一听啊 这个罪过大了 诽谤了阿罗汉了 就赶紧忏悔赶紧忏悔 由于他极力的忏悔猛力的忏悔 他死后啊 没有堕落地狱 而成了一个一头牛啊 不是一尊牛啊 一头牛 一条狗 一只狗 一个狗 成了一头牛 为什么他得了这么个苦报呢 是没有下地狱 而堕落畜生到了 相对来讲 轻了 因为他曾经忏悔过 为什么还成了一头牛呢 因为他说人呀 那个说那个圣人 跟那个牛一样盗猛 那么他就当牛 也去盗猛去了 是五百世 这个牛四尊者的前生啊 五百世为牛啊 五百世懂吗 五百世为牛 就是五百生都是牛 那么既然是牛 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牛的话 他就盗猛 就等于说 他盗猛了五百世 这一生当中 投身为人 就是国报 报完了 这一生当中是人了 由于过去世啊 曾经出家 曾经种过善根 那么得遇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也受他出家了 通过修行啊 挣得阿罗汉国位了 但是你阿罗汉有个特点 尚有鱼席未除啊 这是天才中说的啊 一个人即使挣得阿罗汉了 尚有鱼席未除啊 这个牛死尊者 这个鱼席 呀 没有除干净 哪一个鱼席呢 就是盗猛 啊 这个牛死尊者啊 这个阿罗汉国位以后 他呀经常那个嘴 老是这么盗猛 因为他曾经五百世为牛 这是一个窜息 就是不好去拐 释迦牟尼佛 为了慈悲 当生的众生 那个意思是 你要是脱包化缘的话 在人间 可能有人说你跟牛一样 那么谁说你跟牛一样 那么谁就是下地狱了 为什么 你现在也是阿罗汉了 是不是 过去你说个阿罗汉像牛一样 忏悔了还是跳牛了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释迦牟尼佛啊 为了慈悲 现在的众生 就是不让牛死尊者 在人间脱包化缘 一到吃饭的时候 就命令牛死尊者 你不要在人间脱包 你拿着包天上吃饭 阿罗汉嘛 他有神通啊 一到吃饭的时候 拖着个包 天上去了 因为天人也有神通 天人呀 比这个人呀 相比之下 他这个业障 轻轻多了 他们也知道 牛死尊者为什么到 所以他也不起 造这个口业 天人都知道 突然间地下 飞起来个阿罗汉 拖着个包 天人来供养花呀 甘露啊 这个顶礼啊 求法啊 天人也可以 种福天吗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牛死尊者也可以 种福天吗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牛死尊者 是释迦牟尼佛 弟子当中 受天人供养最多的一位 也就受天人供养第一 一个人如果正在阿罗汉的话 根据经上说 他六中神通 细节具足 六中神通 细节具足 能有空中飞行 这个在 《观无量寿佛经》当中 都体现出来了 《观无量寿佛经》 那不是 魏提西夫人 求释迦佛吗 然后他的弟子 从空中飞行来 为 拼迫 索罗国王 或者受保管这件 或者讲法 空中飞行嘛 根据论典上 也是这样讲的 得了阿罗汉以后 六中神通 细节具足 具一条神通 叫神境制正通 经上有一个神境制正通 听说过没有 简单的讲 叫神租通 头几年 很多弃功应试 那么很多弃功 他们的宣讲 也是有六中神通 最少是宣讲五种神通 那么其中有一种通 叫神租通 弃功界也讲这个 但是佛教当中 那个神境制正通 是一个什么概念 经上有过描述了 就是能变内境 能变外境 神境 变内境 是能把自己化现了 举一个例子说 如果我有这个神租通的话 那么做到这讲法 如果我嫌神通的话 可以变现 那不是我了 可以变现 把自己变 也可以能变人 这段花是段花吗 一发神通 它不是花了 成了一盆水了 就可以 你能可以变外境 也可以把大变小 也可以由小变大 小入大 大入小 这个是无足无碍 你比方说 当我讲到 美国一个什么什么州 那里一个塔 多好多好 大家都没去过 师父 不知道 没看过 没有资料 假如我有神租通的话 就这么上这一笔话 来 你看 那个美国那个塔 就在这显现了 这是佛教当中描述的 这个神租通 给大家解释 让大家正确理解 佛教当中的境界 神通 它的真正的一种什么表象 还有一个天眼通 佛教当中说的天眼通 和民间说的天眼通 大不一样的 大不一样 佛教说的这个天眼通 是天人的眼 所能看到的地方 天人的眼 所能看到的地方 这是事项上 是这样讲 如果你是个 四天王天的那个众生的话 那么你只能是看到 四天王一下了 望上 不太容易了 经常有一个实例 岛里天 玉皇大帝 那个天 有一个天子 讲要命中了 那么这个天子 他有神通 知道命中之后 将会堕落到人间 当畜生 哪一类畜生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猪 他提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有神通 提前七天就看到了 所以他非常害怕 非常恐惧 然后就求阿罗汉了 求阿罗汉啊 给他受的三贵五戒 受的八关摘戒 受的八关摘戒 结果他命中之后呢 没有堕落成猪 就是没有到人间 堕落成畜生 借着这个受三贵五戒 和八关摘戒的功德啊 欲堕反生了 应该是堕落了 结果他反生了 往生到大凡天 上那去当天人去了 结果这个玉皇大帝 就是经常讲的 这个玉皇大帝 你知道到了底了 就看看那个 那个小子上哪去了 就看那个 他那个孩子上哪去了 他用他的天眼往下看 看到好多地方 没找到 找不到 然后玉皇大帝就问佛了 他说有一个天子 应该堕落到猪 堕落到畜生道 可是那个世间到了 找不到他了 他上哪去了呢 佛就说了 因为他 临命中的时候 受的三贵五戒和八关摘戒 欲堕反生 往生到大凡天国的去了 所以你啊就看不到了 所以大凡天 比玉皇大帝的天更高 更高一层啊 那么他就看不到 上面看底下 这是这个佛在经上讲的 所谓这个天眼 当然天眼 你还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啊 谁要描述 你看 说得天眼通的人 观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真正的佛教的修行 天眼通 看三千大千世界 路观 掌中 埃摩罗果 埃摩罗果是印度的一个果子 用我们的话是这样描述 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修出了佛教的那种天眼通了 他看三千大千世界啊 就像看手掌中的一个核桃一样 历历在目 想看哪看哪 懂啊 这是天眼通 他不必要发功 不必要闭眼 大家一定正确认识 当我们有着响应的境界出现了 不要轻易认为 哦 我有了天眼通了 不要轻易认为那样 懂不懂 他更不是说使劲发功 这一次没发挥好 只要天眼通 他就是通了 跟咱们那个眼一样 睁开 他就看到了 睁开就看到了 就这样 很简单 一定要正确理解啊 阿罗汉嘛 刚才讲的是阿罗汉 第二条理证是这样 观世纪菩萨在 宣讲了大悲祝以后啊 一切众生皆获果证 这是一个总的描述 获得虚团还果 就是说 小圣佛教更新的人 有的挣得了初果 获得斯托汉果 有的挣得了二果 他更新不一样嘛 姻缘不一样 福报不一样 获得阿拿汉果 就是有的挣得了三果 获得阿罗汉果 有的挣得了四果 就是小圣更新的人 就各有所报 这是前面一个章 一个简 第二个小简 是获得一底二地 三底四地五地 这是元经文呀 那这是 走的是菩萨之道 菩提道嘛 然后求的是佛果 他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挣得的是什么 几地几地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一地啊 二地三地四地五地 那这十地在前面已经讲了 在这就不再多说了 后边还有一句话 实际上第三层意思 叫无量众生发菩提心 无量众生发菩提心 就是这个福报前的 根据差一些的 只有德尔文老 大悲咒 那么也发了菩提心了 求了他的心 就是这个含义 这是第二条理证 第三条理证 有诸菩萨 未接除诸者 俗令得故 乃至领得石柱地故 又令得到佛地故 这是一段经文 还是讲到大神更新的人 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 裸生文人 又是小神更新的人 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一条理证 裸生文人 就是阿罗汉的一类的人 生文的 已经讲了 就是在佛陀跟前 亲文佛陀的教会 修的是苦吉尼亚道 断的是见思二货 正的是四国 最后正的阿罗汉国 这这类的人叫生文 裸生文人 文次托罗尼 就是一文大悲咒 清文大悲咒 一经而者 这是一个层面的含义 就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一文大悲咒 这大悲咒 已经过他的耳朵了 这是一种修行 这是一个对号 书写次托罗尼者 修行次托罗尼 或者书写次托罗尼 托罗尼就是之物吗 以直之心如法而住者 以直之心如法而住啊 就是按照一定的修法一规 观想 以平等的心 慈悲的心 空观的心 无人作之心 去观想 所以唐宁又加了一个前提 这种人根性相对利益性 那么后边一句话叫 四上民国不求自得 四上民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出国 也得到四国 这种果报不求自得 不求自得非常简单 就像你坐到那吃饭了 你不要问 我吃饭干什么 你也不要一块吃的馒头 一块说饱吧 饱吧 你就吃就行了 他就饱 所以佛在经上 给阿难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阿难 如果有一个人在悬崖边上 一不小心踩空了 跌下悬崖来了 佛就说了阿难 你说这个人不堕落 可能吗 懂吗 有个人在悬崖上 一下踩空了 张到悬崖底下来了 释迦佛就问了 这个人不堕落可能吗 阿难就说了 不堕落不可能 同样 释迦佛又说 如果一个人 得文正法 又按正确的修行方法 去如理如法的修斥的话 不成就可能吗 阿难又说了 不成就也不可能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刚才这一段 你只要如法的去修 四杀美国 不求自得 不求自得 你自然 就达到了托的那个目的 就是这个含义 刚才讲的一个 未解除住者 苏令德国 乃至令德十住地国 这个你比较专业了 只有到除地 才算是路圣人之流 这里不展开讲了 第三条理证 是这样说的 能证过第四条理证 第四条理证 若能为诸终生 拔其苦难 如法奉持者 当知其人 据是据大悲者 成佛不久 假如一个人 能发心 为一切终生 拔其苦难 发了这种菩提心以后 而如理如法的去送持 佛说了 当知其人 是据大悲者 他是具有大悲心的人 成佛不久 这是佛陀的一种受计 只要你是这种人 那么就是成佛不久 若能为诸终生 拔其苦难 有两种 哪两种呢 第一种是世间苦难 世间苦难 是用的大悲者的世间利益 包括了治病 包括了消灾 包括了免难 这个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 解释 就是世间利益 最主要的在这里 我们讲的是 八七苦难 什么苦难 就是轮回之苦 轮回之难 当我们真正的没有苦难的时候 那应该就是了托 轮回了 就是不再轮回了 也叫正国了 所以我们把这段理政 放到能够正国能够成就的 来说明 当着其人 即使具大悲者成佛不久 第五条理政 是这样说 口中撒撒 送辞托拉尼 生生不觉者 厮杀民国 此生即正 这是小生更新的人 还是讲到一个正国 小生更新的能掌握 四上民国 其力跟有慧 官方便知 就是假如说 你这个更新是非常利的 有智慧的 又能够通过一定的修行方法 去空观 智慧是什么智慧 是佛教当中的那种 薄弱空性之志 缘其信空的那种智慧 初世间的一种智慧 官方便 就是依照一定的修行方法 去观想 去修法的话 实地国位刻画不难 实地国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还是个实地国位 何况世间小小福报 所有求愿 物不裹碎 何况世间小小福报 一个修行的人 他的最终目的是了托生死 知之称佛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那个世间那个福报 能够带得出来 能够开弦出来 所以世间的福报再大 和那个初世间相比 和初世间的功德相比 他这么一句话叫 世间小小福报 世间那个福报 它称为小小的 不足挂齿的一种 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你 解释一下 有很多人不太明白 你比方说 我修行好多年了 为什么没富起来 我问他你干什么 在家待着 在家待着 我在家待着也富起来了 你这要修行 那么他就有福报 这种福报 就在家来给你 没着你 是不是 没有开弦嘛 怎样才能开弦呢 就是你去做生意 你去做工 或者去搞一些加工 或者去搞一些贩运 等等 要做 亲自去做 这是一种因缘 因缘和和的时候 就能开弦你这种福报 老人在家待着 什么也不干 有福报 也很难开弦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怎么不富 问他 干什么工作 在家待着你 最后我告诉他 你已经很富了 只不过是你没有开弦而已 是那道理吧 这道理 刚才讲到口中 沙沙送辞托勒尼 这个沙沙 你没有缘 送到大卫星的时候 就自从沙 口中沙沙送辞托勒尼 这个沙是个相声词 实际上就是这个马 非常快地走的时候 而不是跑 是走的时候 叫马骑行 马骑子发出来的声音 叫沙沙 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声词 口中沙沙送辞托勒尼 生生不觉 者厮杀民国 此生激政 其力跟游会 官方便者 实力国为客户不难 这个游会 不是说聪明 而是一种智慧 刚才讲了 这个会就是通达法的地势性 叫做游会 如果你没有通达法的地势性 不叫做游会 在这里官方便 就是以正会的观照 祝法之本来面目 也是以 就是以佛教的正法 去体悟 去观修 那个法性 就是这个意思 官方便 实际国为客户不难 你看这个客户 一定知道客户 客户不难 货是成功的意思 得到的意思 客是随的意思 就是最终能得到 无量寿经 那个 有这么一句话 求道不知 会当客国 如果你如理如法的修斥的话 一致精进的话 就能够客国达到 目的 在这里我们把 能够正果成就 用五条理证 给大家解释完了 接下来 这个初时间功德的 第三条 就是能够灭罪和消业 能够灭罪和消业 我们用六条理证来解释 能够灭罪 能够消业 是我们修行人 必须经过的一段 就实际上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也是消业的一个过程 大悲咒能够消业 能够灭罪 那正是我们修行 大悲咒的一种动力 灭罪消业 六条理证 一条 观世音菩萨 告诉在座的众生 是这样说 怎样念大悲咒呢 至行称念我这名字 一应专念 我本师阿弥陀如来 然后祭荡送赐 托罗尼神咒 一许送满五遍 除灭身中 百千万亿结而生死重罪 一许送满五遍 就是 你如果想送大悲咒 应该先送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再送 那么阿弥陀佛 最后送大悲咒 送大悲咒 您能够一天送满五遍的话 后边一句话叫 除灭身中 百千万亿结而生死重罪 百千万亿结而生死重罪 作为一个人来讲 生死啊 是最重要的大事情 那么我们活着 还没有了头之前 如果死了 这是极大的恶业现前 极大的恶果现前 佛在经典上 讲人有九恨嘛 就不该死就死了 有九种嘛 那么 生死重罪 如果果报现前的话 就是一种恨在 一许送满五遍 这是经上讲的 我们应该和经上对应 所以我劝大家 如果在客厦 想 每天都送大悲咒的话 有人问 师父最少送多少遍 那么最少 你送五遍 一许呢 他提了一宿 就是一晚上 实际上 古代印度吧 他往往这样说 二六十钟 古代印度啊 他往往说是二六十钟 在这里用一宿来代替了 就是一晚上 实际上就是一天 实际上就是一周夜 这个一周夜 在古代印度叫做二六十钟 怎么叫二六十钟呢 就是把白天分三段 把晚上分三段 这两个加起来是六段 叫二六十钟 白天分三段 拿三段 叫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晚上分三段 拿三段 也是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金刚经常看到了吗 好多经常也这样说 说古代印度是这样分的 南无关心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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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